大家好 我是沈岳 然后你是以信物名的身份加入吗 肯定也很想了解大家 那如果要选一个关键词 你只能了解这个关键词里面的他们的情况 你会选哪一个 有范亮 赛博八字 还有搞笑事迹 还有偶像 还有唱跳水平 赛博八字是什么 就是mbti 或者上升星座 哦 赛博八字 因为这个更能够全面的了解一个人 你想想唱跳这种东西上网搜索不就好了 那对乌鸣们的那种互联网印象和现在的现印象 就是有没有一些反差呀 我对善逸纯的印象特别反差 我之前网上看她就觉得她拽拽的 我这次来跟她接触之后发现她是一个 特别特别善良可爱 单纯 内心柔软又搞笑的女生 这有谁特别符合你的互联网印象 彷复在互联网上已经认识了很久那种 王兴岳也特别符合互联网印象 互联网上不都叫她小孩哥吗 然后昨天我们聊天说 觉得王兴岳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自信 他们在想是哪种自信呢 我说就是那种会随时唱出孤勇者的自信 你不觉得吗 那作为一个演过偶像剧的编导生 如果要给桃花屋拍一个短片故事 你会找谁来拍 然后拍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我希望拍一部尽量参与的人多一点吧 可以就是单妈是女主 遇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男朋友 找一个王子琪之类的演 完了就来穿越那一套 一下给人全用上了 全用上了 所有人然后其他人剩下的只有助攻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重返校园时代 就可以去那堆植屋里面穿越 然后飞碟带着大家一起飞 那有没有考虑一下 就是竞争一下我们屋长的位置 我不考虑竞争屋长 我觉得我做不了这个 适合当领导 我真的很适合打工 我真的很适合打工 真的是天选打工的 在一个团队里面 你是比较喜欢被人领导的 对我喜欢跟着他干活那种 那你觉得谁哪个污名身上最具有那种能当 能当屋长的气质 能当屋长的气质 我觉得张星成很适合当屋长 他超级会主持 特别的正派 一生正气 大家我来讲两句 那如果你现在走在路上好 简单两本百分之一百有效的秘籍 一本是红毯秘籍 一本是古装秘籍 你现在只能留一本 你留哪一本呢 古装秘籍 毕竟还是拍戏跟那个 我跟这朋友 红毯只有一天 那拍戏就得上几个月了 那当然是拍戏更有用 那那个东方秦兰这个角色 扮演过程中 有没有觉得这个角色和你有契合的地方 应该跟当时的我的状态是很契合的 由于对手演员们 就比如诗诗姐 还有龙哥 还有赵一博 我们几个人 就是大部分我的戏 都是跟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 所以就很自然的沉浸在那个环境中 因为我们确实私下演也挺好 那那种小狐妖的造型就很出圈吗 有没有考虑过再试一下别的古装造型这种 当然 当然 有机会一定要试别的古装 那他们都说 诗诗姐就是古装进一态很好啊 那你觉得 就是在你的古装秘籍上 她能教你什么呢 那教太多了 她那个武打也很好 怡态也很好 然后她的眼神戏也非常好 热热方面都值得学习 真的 她自己出一本秘籍 那你有没有跟她贴贴呀 对 她是一个很亲切的人 会释放出很多善意的人 就是哪怕你跟她还不熟 但是她会很关心你 就比如我刚开始拍的时候 可能我的服装或者发型哪个地方有问题 她就会自己跑过去帮我说 就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刚开拍 就是一两天 还有龙哥的造型啊 有的时候衣服啊 出了什么问题啊 她就是冲出去那种 见义有为拔刀相助 意不容辞 她好关注细节啊 是的 她非常在乎戏的细节 打光啊 对 服装这些 她都是会自己第一时间关注到 有一种评价就是说 沈月像大白米饭一样百搭 你有听到过吗 没有 意思就是你跟谁都能搭 然后我吃材就很像 像大白米饭一样百搭 你听到这个评价呢 内心OS是什么样的 大家低碳饮食怎么样呢 没有 我就是爱吃米饭嘛 多吃点呗 吃了那个长个儿身体好 多吃点 那就是你有听到过这种离谱的夸奖吗 很少听到过这种夸奖 刚刚就你这个 是最搞笑的大白米饭 那大家都很期待你的戴过去吗 就是老不上 等了很久了 到后中 老不上 我也没办法 其实是很着急的 但是我在想 我已经得到了拍摄的整个过程 然后收获了很多好的搭档 也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已经得到很多东西了 如果他真的真的一直不能上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然后就是已经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了 那你会打听吗 会啊 经常打听 一点风吹草动 第一个互动是以下哪些年轻人的症状 你也会有 第一个是C位恐惧症 有 但是我经常就是合照的时候 或者本来没站在C位 然后旁边的人就 我就被拱到C位来 那你会就是担心吗 就下次再拍大合照 比如说做红毯啊什么 他们突然给你挤C位去了 不担心 我觉得C位这个东西都是人定出来的 谁说站在最中间的 就是最那个什么的呢 是吧 就是有的人本身自己就很夺目 站哪都是C位 跟位置在哪没关系 第二个是视频电话恐惧症 就会不会别人突然给你 谈一个视频电话你就不敢接 然后转成语音接 我会把手机先扣在一边 就是假装没听到 然后过个十多二十分钟 我哎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事 刚才忙 那还有选择恐惧症有吗 这个很分情况 小事上我有选择恐惧症 大事上我很果断 你说购物啊 点外卖啊这种会有恐惧 点外卖 购物 不会 基本上我心里都有答案 什么会有几个 比如两家酒店 我们要出去玩两家酒店 我选不了 比如坐飞机还是坐高铁 我选不了 就比如说上综艺啊 还是去拍戏 然后就在这个档期干嘛 这种大事 这个好像不是我能选的 首先工作来找上我是他们在选择我 然后我只能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来填满这个 那有没有上班恐惧症 比如说上班之前很紧张 担心做不好这种 有有有 怎么调节 调节不了 这个真调节不了 但你得接受这件事情 就是上班第一天必然会紧张 到一个新环境必然会紧张 但这都很正常 所以紧张也没啥 在桃花屋里面 谁最有可能喝多了哭诉 李水晴 我猜 虽然我都没见过 但是我觉得他是那种喝多了会 会比较感性的人 谁最有可能草率的借钱给别人 王欣悦 那谁最有可能搜自己的名字 孟子艺 那你们的回答都是对的 因为他自己也说他自己 谁最有可能逢年过节的时候主动发红包 不不意 他经常说他们那个是轮头企业 感觉赚了很多钱 然后天天说给这个包房租 那个包房租 感觉他很大方 接下来我来聊聊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 首先是这个赛博八字 赛博八字呢 是一个网络流行词 它指的是一种特殊的个人性格 和个人命运的分析方式 然后这种分析方式呢 融合了MBTI 还有这个星座等等 这种分析方式呢 并不来自于官方 而是网友们呢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分析方法 所以在英文当中呢 我们可以用Cyber Fall pillars of destiny 来形容这个词的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词呢 叫拽 当我们用这个词形容一个人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是说这个人看起来比较的酷 然后比较的这个高冷 所以在英文里面我们用 Cool and aloof 或者是呢 Swaggy 这些英文单词呢 来表示拽这个词的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词呢 叫贴贴 这也是一个网络流行词 当我们用这个词形容异性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 往往意味着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之间的关系呢 非常的亲密 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关系呢 有一些暧昧 当我们用这个词形容两个女生之间的关系呢 往往是说这两个女生的关系也很亲密 但是他们这种关系呢 更多的是对彼此的一种欣赏 所以我们可以用英文当中的caddle或者是snuggle 这些英文单词呢 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成语呢 叫拔刀相助 这个词语的意思呢 就是说当一个人处在困难的时候 或者是面对危险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人挺身而出 帮助了这个人 所以在英文当中呢 也就是rush to the aid of someone in trouble stand up for someone who is being wrong 这些英文呢都可以来表示这个成语的意思 还有一个成语呢叫义不容辞 意思就是说 It's one's duty to do it One can't shirk one's duty Must do it without hesitation 这些英文呢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成语的意思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